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Daniel 你好 今天來到這個時裝品牌的活動 知道你家裡是不是都存了很多牛仔褲 是啊 因為牛仔褲是必需品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多過一條牛仔褲 我都有很多條 從今天開始我想會增加更多條 有沒有目標? 其實都沒有 其實我只是這樣說 其實我很多時候不捨得丟 因為始終有一些感情 這麼多年 年紀都這麼大 當然是存了很多衣服 是不是有些貨草 是啊 將來我想我都會很難去賣掉 將那些錢來捐做前線 有沒有說哪一條自己最珍惜呢 一路都不捨得丟 其實很多條都是 因為始終有感情 你穿過 你會帶了很多回憶 有沒有價值最貴的?哪一條可以說 有貴有便宜 又不是說價錢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款式 以及自己喜不喜歡的 那有沒有說 可能存那麼多男子 你穿在家裡 就是你老婆的那些壓力 他給了你 他給了我一定有 他又沒有壓力的 我有壓力的 他經常搖我 因為太多衣服了 所以我們也有個 有個工作室 有個倉 用來擺自己的衣服 會不會有期待 可能自己有些珍藏 很想留給這個兒子 他嫌棄我的東西 還有我兒子現在差不多六呎一 他腳長很多 穿不到 女兒生日 我十九歲 有沒有大事慶祝? 二十歲 剛剛五十歲 大事慶祝 就是主要 他出了一首新歌 大家知道 他剛剛出道 作為一個創作歌手 首先在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他 年輕人 有他自己自由發揮 順便自然 他剛剛出了 他的新歌 叫Forever Nineteen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看到他的MV裡面 都會用他小時候 畫那些畫 他小時候 有沒有畫畫 有啊 我家裡都擺滿他 他和弟弟 他兩個都 在藝術方面 真的有天賦 小時候 就是 不單止唱歌 彈錦 音樂 那方面的發展 他在那個 好畫 美術 油畫 都很小時候 已經是畫畫 所以 我們整個場 都是去畫畫 有沒有說 送個面穿畫給你 是自己最珍惜的 有很多 有很多 從小時候 從六七歲 開始畫畫 到現在 這兩年 就少了時間 因為他專注在音樂方面 今年收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拍完 那年前 那年前 盡量可以拍完這部 由監製 我也有份參與導演的戲 因為我現在的戲 都自己下手下腳 會不會多些留在香港拍戲 今年 我盡量 因為家人在香港 但是有時候 都不到我們去 去決定 每一部戲拍這部 有時候 可能要出外 一出就出幾個月 會不會多些 想拍港產片 其實現在沒有什麼 紛紛 最關於好看的戲 就是 香港觀眾 就等於全世界的 觀眾一樣 好戲 就自然會看 預備好多少錢 利是 預備好的 就是 越多越好 見到人就派 每個人都收你收益 快點見到我 收到 收到 是否遇過今年過年 我們會見到你 我 隨時歡迎 會不會去旅行 還是還是留在香港 派利是 現在不知 不過一定會 家庭時間 一定會跟子女 老婆 就是 連連這些 假日 都 我們是 會安排 在 用來做 家庭 他們現在開始大 已經大了 是 會不會更像你們那麼好 真的 很難得 我和我太太 都很 這方面 挺幸福 因為她小時候 譬如我女兒 女兒二十歲 但我都可以照牽手 她有時候回家 很黏家 我兒子 又是剛才十六歲 差不多六尺一 但我可以 現在 不知道可不可以 上年我十五歲 那時候 六尺一 我都在街上 照牽手 我不管 他又沒有什麼 沒什麼所謂 沒有性 他又沒有拼開我 這方面 真的很難得 我和子女說 別管 你老爸 要黏著你們 不是你黏我 我要黏著你們 一輩 兒子十六歲 有沒有說可以拍拖 他現在專注在一幕 因為他很專注 另一方面 這方面 他真的有點像我 雖然我 當然希望他像媽媽 他又像媽媽 漂亮 夠高 但在工作方面 他真的有點像我 很專注 很有要求 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但怕不怕他越大越專注 會不會怕辭婚 有沒有擔心 其實現在不會有些思想 現在什麼年代 最重要 那個人 每個人要幸福開心 尋求到自己的天地 所以我覺得婚姻 雖然我是一個家人 我覺得婚姻是很重要的 但是每個人 對婚姻 和什麼時候有婚姻 都是上天會安排的 但你自己有沒有幻想過 將來有一天抱孫 那些畫面 好像很期待 做爺阿公 暫時這麼遠的事情 不幻想著 我現在這麼多事情想 是不是 要顧著明天開工 要拍些什麼 準備什麼 今天拍電影 都是每天要面對幾百人 也都是 對他們幾百人 那個 除了工作上 創作上 都要賺錢 都要負責任 他們有家庭 所以 我就對於工作的時間 投入了 創作時間 全部都在家庭 其他事情 不會想的 除了電影方面之外 接下來的一年 會不會和老闆一起玩 他的音樂 他不嫌棄我的 他很害怕 我不敢給意見 現在的年輕人 他有自己的想法 譬如他負責 他叫我 不要發聲 不要給意見 他有 讓他自己創作 他嚴禁你 在社交平台留言 或者給點讚 留言我都給點讚 但你不要再負責 爸爸你不要再負責 OK 你不要再負責 首先你就是 我有我自己的 給我自己的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維銘哥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最近有什麼 有什麼 最近畫很多東西 真的 很快二月份 就會出新歌 這首歌 其實是一首 挺呼應到我 這十年 然後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覺醒的一首歌 也是林鄭填詞 陳夏威作曲 我是很喜歡的 對 先賣個關子 名字 很快就會推出 二月尾 因為 接下來五月份 其實就會舉辦 我自己的一個 個人的show 五月份 OK 是大飛來的嗎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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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還是要先賣個關子 日期稍後公佈 但是 看到大家新年 可以 跟大家馬上 先說新的動向 所以 今年其實 會多些搞作 因為有show 也會 真的會出碟 其實因為我上一年 就是我出到十年 我經常都 在這裡說 要出這隻碟 去紀念這隻字 誰知道 就因為太多歌 做不及了 就extend到 去做個show 然後 會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也拭目以待 我自己 你現在的show 是否跟Rubberband 和小肥 四月份 是呀 亦都有個show 是跟Rubberband 和小肥一起做的 大家 這三個單位 好像不太耐盡 但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淵源 就是 六號都是澳門人 小肥 澳門人 我都是澳門人 但是呢 最大的淵源 其實是 Rubberband 是我的 算是 怎麼說呢 啟蒙 我的音樂路的啟蒙 為什麼呢 就是我所有最大型的歌唱比賽 都是他們做評判的 是他們選擇我入行的 這條不歸路 我經常說 是他們選擇我入行 所以 都很開心 就是 十年 做了這麼久 終於有一個機會 是跟 這麼親密的朋友 亦都是前輩 亦都是 那麼 受歡迎 就是大家 我自己都很喜歡 Rubberband 是Fans 就是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 做這個 音樂節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而且這次這個音樂節 不是只有我們 會有很多香港的 獨立音樂人 他們是透過Beamco這個APP 就去發展自己的音樂事業 自己獨家的廠牌 去跟他們一起合作 所以都會有一個很大型的 crossover 有沒有跟 會不會跟RB 和小肥一起做一首 給Show的團歌 那些 Show的團歌 沒有的 但其實我跟六號 和小肥其實是做了一首 小肥的歌 都有想過 這首歌還未出門的 又有沒有可能在Show上唱呢 是我作曲六號填詞的 都很喜歡的 我自己 但都要看小肥 和六號她的想法 那五月的Show 會不會都自肥 找些自己很喜歡的 猛男做嘉賓 那些 又是猛男嗎 又自肥 其實我真的很想說 上一次 不至一萬八千個世界 這個MV 其實個個都說我自肥 但我認真 我是覺得他們是 享受的 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有益了他們的性分 對嗎 那 但是我覺得作品那些 就還作品 演唱會 音樂會 對不起 就會 以音樂為主 這些視覺上的東西 都是 留在MV才做 但是這次其實是會有一個 跟一個香港獨立的樂隊 有一個很 很 的 但是真的 這個我不想現在公佈 我想先買個關子 那我是非常之期待這件事 因為這個Show是我 就是 這麼久以來 我覺得是 一個自己的整合 還有 我覺得是一個 找回自己 一個定位的一個過程 就是 自己都出了十年了 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但是都高高低低 都經歷了不少的事情 亦都有很多自己的創作 亦都有別人的作品 我很希望今次這個Show 是可以透過這個渠道 去給大家更認識我 陳慧敏的音樂 這個是不是處女Show 不是不是不是 一七年我自己做過一個墨花神 是 真的 但是這個Show 想想我七年才開到一個Show 都是七年之養 可以開得到 都真的很開心 但是 亦都是 開Show不容易 特別是 我發現疫情過後的這段時間 是有些 大家有些吃力 所以都是要保持努力 好 那是否也很少回到澳門吃爸爸的 是呀 所以 為什麼我突然出了這個Post 就是因為 我發現上一年 因為疫情三年沒有回來 上一年 基本上我全年Stay在香港 那我回到澳門吃飯的次數 可能真的是 一個月都 一個星期 幾天 這樣的時間 所以是特別 回到去是有一種 覺得 爸爸真偉大 家裡真溫暖 但是當然我覺得 在香港也是有 另外的一些 別的家裡的人的感覺 因為覺得大家 甚至是朋友 回來 認識了更多新的朋友 所以我是覺得 我自己開心 可以這樣兩邊 都可以一直堅持 這樣走 那你在香港哪個煮飯給你吃 自己煮飯給自己吃 香港 做女強人的 香港就 是啊 我們這些 自己發奮的 勇敢到不管結果 維持著 所以就要吃 阿Mac和阿佛的吃餐 我有跟他們 一起出去吃一些美味的東西 但是因為 他們兩個 之下都不是那些 很喜歡不煮東西吃的 阿佛就 是啊 阿Mac就煮 那些是很清淡的 都要 都要不是整天吃 但是都是開心 可以見多些朋友 好 可以嗎 好 四月開心 會不會順便在上面 慶祝生日 嘩 這個問題 就看看他們 會不會驚喜一下我 不過不是靜日 所以我也不知道 給我這麼大的提示 小肥可能會做些事情 會做 大家 到時唱生日歌給我聽 OK 咀嚼你 咀嚼你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這邊 謝謝 小指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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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登陸香港了 今次我們的Denim品牌 The Gin Maker 位於中環的智地廣場 今次非常開心 特地請來很多潮界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宇宙最強 兼是世界知名的動作演員 導演和監製集於一身的 殷志丹丹丹丹丹在此 给点掌声,志丹,好吗? 谢谢,Donny 当然不少了,我们的品牌始創人 Jason Dannham 恭喜! 欢迎来到香港 你喜欢说几句话吗? 我们希望Denham这个品牌 在香港继续发展正正的上 带领着我们的潮流去到每一个角落 接着我们有请 Johnny,你自己和我們一起說幾句好嗎? 其實他講了很多歷史和開場白 那我就長話短說 首先我用廣東話來講 我覺得醬仔褲是一個必需要的 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相信每個人都不單止有一條 多過一條的醬仔褲 我就有幾十條的 現在跟他們合作邀請我來今天這個 之後呢 我相信我會多入幾百條 因為真的很帥 你看到我穿他們這個風格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你看到他們的記者 大家都知道我英文名字是Donny 所以我覺得不知道是否特意為我而知 對,我要謝謝Jackie和Coro 他們邀請我了 所以… 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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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我們有你來的 我們知道你很喜歡的Denim Brand 所以謝謝你來參加 我們 但我想歡迎大家來 我只是想說一段短的故事 來支持我也要做 那裡 你不會有你去衝動 你不會有你去衝動 你會去衝動 你會有你去衝動 你會去衝動 你看這些衝動 你會去衝動 你會把衝動 你會去衝動 你會去衝動 你看這些衝動 我來會做衝動 好久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大家订阅、留言和赞订1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中文字幕志愿者